小双一直记得大家读高中的时候 班上有个女生非常的活泼 就是属于那种很会活跃全班气氛的那种 直到大学毕业以后 小双都有持续的去关注这个女生的一些状态 包括她发的一些生活的照片 发的一些感悟什么的 但是最近突然发现这个女生在网上凭空消失了 也就是说她不仅不再更新她的状态 连她以前发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删除了 好像她从来没有在这个网上存在过一样 小双当时觉得很奇怪 因为照理说像这么活泼和这么开朗的一个人 不至于是做这样的事情 难道是她的生活上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个打击和变故吗 然后有一次呢小双就回到她当时读中学时候的那个老家 还刚刚好就经过了这个女生当时住的楼下 然后呢她就鬼使神差的打开电话 就拨打了那个女生在高中时期留的那个电话号码 本来就没有抱什么希望 但是那个电话居然是通的 而接起电话的呢居然真的就是那个女生 然后小双赶紧说 那个我是小双高中同学您还记得我吗 然后那边说我记得你啊 小双说我就在你楼下 我们下来见个面喝喝茶 那个女生还真就下来了 当时她看到这个女生呢就感觉 这个女生跟高中的时候简直是一模一样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呢却又非常的陌生 因为她整个人跟高中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高中时候她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开朗 但眼前的这个人却非常的冷漠 然后还有一种非常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整个聊天呢也没持续几分钟 很快这个小双就找借口就离开了 因为她感觉非常的尴尬 小双回到家以后呢就开始看她的手机 因为虽然说她全程没有跟这个女生去合影 但是呢她却偷拍了几张这个女生的照片 但是呢她打开手机整个人都震惊了 因为这个女生从她的手机上凭空给消失了 也就是说她拍的所有女生照片都不见了 而且她去翻那个拨打电话的记录 也并没有她拨打的那条记录 这件事呢一直让小双觉得非常的疑惑和困扰 后来呢小双把这个事要跟我说了 虽然说我也听过很多一些悬疑的故事 但是因为这个事就发生在我认识的人身上 而且我跟小双是在同一个城市读的中学 我是在二中嘛 他是在五中 所以我很快就通过中间的朋友打听到了 小双所在高中的一个同学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朋友呢当时就约着我 还有小双当时高中的那个同学一起见面 在吃饭过程中呢 我跟她同学啊聊起了小双的这个事 但是呢在跟她同学的聊天过程中呢 我们却发现了另外一个更加震惊的隐藏的真相 吃饭的时候呢 我就把小双所说的这个事情跟她讲了 但是我讲完以后呢 她同学却问我一句说 小双是谁 我说陈一双啊 你不认识吗 是你同学 然后她说我不认识啊 你给我看看她照片 然后我就把这个小双的照片翻出来给她看 她看完以后突然问了我一句话 她说你刚刚说的那个高中时期很活泼很开朗的女生 叫什么名字 我说听这个小双说她叫吴芳 她说你给我看的照片就是吴芳的照片啊 当时我跟我朋友全都被她这句话给震惊了 然后我们就问起她高中时期的事情 然后这个同学告诉我们高三的时候啊 在吴芳身上发生了一件事 那就是呢当时他们那个班长啊 成绩非常好 也非常的被班上的同学喜欢 在联考的时候居然鬼使神差的作弊了 当时正是这个吴芳揭发了她这个作弊 导致这个班长失去了高考加分的资格 而且这个班长从此一蹶不振 从这件事开始啊 全班同学就开始排挤和打压这个吴芳 吴芳的性格呢 也从之前非常活泼开朗的性格 变成了一个非常英语的女孩 然后我们就分析也许是因为这件事 导致吴芳性格分裂 自己心里想出了一个小双 而自己就变成了小双吗 这个事情我们无从考究 而我也并不想再去跟小双去确认这个事情 因为如果说她同学说的事情是真的 那么这个事情真的对小双的打击非常大 我也不想让这个事情再一次去伤害到小双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